下一位 我是一个留学生 在法国待了十年 三个月前才回到中国 做过摄影 拍过一些短片 还有做过旅游公司的高级策划 这是个很好的平台 我有机会站在这个平台上 能直接跟老总对话 他不喜欢我 没差 但是有机会让他去喜欢我 2 3 郭杰 三十二岁 山西人 法国 蒙比利埃大学 国际旅游专业硕士 大家好 各位评审好 我来自山西 我叫郭杰 今天三十二岁 在法国生活十年 今天专业是电影导演专业 今天想招聘的职位 是跟影视有关的 或者是视频 或者是艺术创意 舞台表演也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张老师 您好 欢迎郭杰 郭杰今年三十二岁 有十年的法国留学经历 对 去了以后 是先是学的语言 学了多久 学了两年左右 两年左右 现在法语是什么程度 挺好的程度 挺好的 来 温一帮我们考一下法语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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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跟读你说明词的词曲 对你训练的词曲 中央的中国和法国家 你训练的词曲吗 对 词曲 你训练的词曲 我训练的词曲 尤其是 不过的词曲 这不是文化 我们在旅行上评论 文化 我听不懂 但是他好像说了四遍了 好了 他是个什么状况 没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只是问他 因为他学的高端旅游 所以我问的是 在这个高端旅游的这个市场 中国和法国的市场 有什么不同 但是他刚才就跟我讲到 一些自由啊什么 所以我在讲 因为是文化 不是文化的东西 他的语言怎么样 我是觉得 他在法国生活十年的话 确实我觉得 好像我只生活了那么几年 好像 你一直是在巴黎 还是在南部 还是在什么地方 我是在巴黎 待了三个月时间 然后又去的雅绵 在那边读了三个月时间 然后又去的兰斯那边的原学校 学了一年时间 我走过很多地方 后来又去的斯塔斯布 就斯塔拉斯堡 在那边读了两年 当时然后又去的蒙比利 很多地方就说都走遍了 因为我的 你是好好念书来着吗 没有 因为我的专业是有三个的嘛 对吧 哪三个专业 一个是 一个是实际上是国际贸易 偏那个旅游管理 第二个专业是社会学 第三个是导演 你这三个专业用了几年 八年时间 你这八年都是本科吧 不是有一个硕士 哪个是硕士 就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是硕士 第一个对 第一个是硕士 对 第二个又学了个社会学的本科 你念了几年 一年 你那个一年学了多少门课 就那社会学专业 五门课吧 五门课 就给你一个本科的证书 算是吧 这样子 哇 还有这么美好的学校 实说直言 如果你要是读那个哲学 或者这一类 它要求法文的基底 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它有很多的东西 你要就是非常熟知 它的这种背景啊 包括文化 而且很多是很难读 因为我有朋友读这个 对对 读了N多年 还都没有毕业 所以我不知道 您能够在法语这种状况下 这么快 就能轻松毕业 一年 就拿到了一个社会学的 对 是挺一个 它是这样子 社会学它不是一个哲学 那这样子 这有学社会学的 我是学社会学的 您说 法国的社会学是非常好的 很多大家 你跟我说 法国最有名的几位 社会学家的名字 一位都可以 就说一个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是这样就是 或者是 教科师长提到吧 我觉得全世界 忘记了 当时确实有过背 至少都会学到一个 一名德凯 他是一个法国人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 我知道他是那个 对对对 是 没错 他是哪个呀 他一个是德国的 我忘记 他真的忘记名字 一个是德国的 一个是法国的 但德国的是韦伯对不对 对 但法国的理论家 你竟然没记得 我觉得蛮奇怪的 目前他的履历的状况 就跟他今天的穿着一样 过度的修饰 过度的包装 现在该是他脱掉外套的时刻了 这样 您说 我又说 不该说的话 我强调一遍 我不愿意在这个平台上 做一个很费劲的工作 叫打假 和变真伪 那个过程将使得 咱们双方 特别不坦诚的 处于彼此试探的状态 你也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但是现在我愿意 把这层窗户捅破 原因是 社会学很难念 是 确实很难念 你告诉我 你一年 拿到了一个社会学的本科 你刚说的 一年 拿到了社会学的本科 你不知道社会学 法国的大家的名字 法国的学字 有时候 据我所知是这样子的 你念书是归你念书 但是你有一个毕业考试 那考试如果通过了 它是可以给你毕业证的 这个我了解 但是问题在于说 你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内 把那些学完 完全没有基础之下 你完全学完 可能还通过那个考试 因为据说法国的大学的 那个毕业考试 非常困难 对 很难 对 很难 它因为有平时 它是等于是入学很简单 但是尤其是 你要读好的学校的话 你毕业会很难 它要修学分的 学了些什么课程 有一些法律的课程 或者有些那个 社会学的课程有什么 比如说是美国 美国的保险制度 日本的保险制度 稍等稍等 美国的保险制度 或日本的保险制度 绝对不会是 社会学的范图里面 那我就是翻译错了 我自己翻译错了 那可能它不是个社会学 对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证吧 这个证是三个证 反正我一个也看不懂 没关系 所以我想把这个证 谢谢 帮我传给文艺 让文艺看一下 她的三个证书 谢谢 说实话 有很多 你也应该知道 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在法国念书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拿不到学位的 因为比较困难 但很少一个人上来说 我拿了三个 不只拿到 而且三个 所以说为什么 而且关键是 反差都特别大 一个是国际贸易 是硕士 一个是社会学 是本科 还有一个叫导演 导演也是本科 这个速度颇快 导演是怎么拿到的 导演是申请吗 导演是申请 就是说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通过面试 你申请进去了 对 他通过面试一个考试 然后呢 对电影本身有些了解 给我介绍一下 法国的一个著名的导演 叫哥大尔 他怎么 他拍过什么片子 你能告一下吗 他是法国新浪潮 最有名的那个导演 你能告一下 他拍过什么片子 给我们介绍一下 法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电影 叫四百下 有的就翻译成 叫四百机 我没有看到 没有看 你在法国学电影 不看四百机 断了气 断了气太难了 如果连四百机都没看的话 断了气就得 你在法国学电影看什么 来 我给你说一下 没有 我觉得他这个不算毕业证了 他就算因为在法国有很多比如短期的培训 培训班 对 然后我可能看到你唯独有一个就是你在这个 Tourism 就是他学旅游的这个 在零七年的六月份毕业 他算一个Buck5的这么一个级别 能到本科吗 属于这样算 技术学要专科吧 就是大专的这一个 因为如果你是的话 法语会是master 他给你的certificate里面会有master 而且你试上写得很清楚 你自己读法语的 你自己应该看得很明白很清楚的 另外那个小伙子 你刚才说的那个专业里面没有 谢谢 谢谢 哎 你是在表演吗 对 乐巴薯片提醒您 哎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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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晕倒了 来 各位 现在请我们十二位做一下选择 来决定这位求职者是屈是由 哎 稍等一下 我再说一句话 可以吗 没有 十二位 选择完了之后你再说话 十二位 来 选择 谢谢大家 您说 不是 你不是要说一句话 呃 可能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吧 得不说了 好 谢谢 导演 他是一个演员 真的 哇 我们的选择求职者来现场的导演是要很精很认真的和每一个人进行面试 说明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他是正常交流的 可能有一些表现跟现在表现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更相信他演的成分可能会更大 哇 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演 如果说想红 呃 想出位 难道一个人用无知出了位之后 呃 会从此得到大家的喜爱吗 难道我们赌得上 为了出名 给自己脸上贴 无知 因此我特别无畏的标签吗 我不管他畏不畏 我是真畏了 哇 好害怕 你知道刚才我在拉他的那一瞬间 我就想 我和文艺完蛋了 对对对 我一直很想 文艺啊 你知道当时我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吗 我不骗你 少阳老师 我现在心都通通的 还在通通跳 我刚才跟沐妍讲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 所以刚才你知道 你看我手哆嗦的 我的心也在通通 你知道 如果他要是当一下 就最后网络上就该流传 说文艺和张二刚 连手又逼死人了你知道 我真的能吓 我觉得肯定我们要当骂了 你跟他是排练过的 我还以为 你真的以为我排练过 真的真的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你知道我是一个 在这个舞台上 我瞎了一声 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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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和憎恨 任何拿这个舞台的 根本性的问题 开玩笑的人 我再强调一遍 第一 我不会演 第二 我不会配合 第三 我不欢迎演 第四 请为 想认真找工作的人 省名额 我把水片飞里面 下一位